美善剧场《花子》与安妮 寄宿生活纪律严明 经过五年的刻苦学习 花子已经成长为十五岁的少女 因为超过门禁时间 为了不被退学 花子乖乖接受惩罚 但是育幼圆儿童的一幅画 却画出了花子的善心 大家这才了解 原来花子是为了一名孤儿而晚归 请你承受到小时候 花子乖乖 所以你承受到小时候 然后被犯徹 让你承受到一致 让你被震着落后 和你被震着感到的 已经结束了 这是为了大洗衣服 我只能洗干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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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错悔改的花子 拿到意外的工资 她终于能够回到 魁维五年的家乡 而未来又有什么挑战 在等着她 周一至周五 晚间酒店 花子与安妮